神擁抱我享受 是用一個神聖情廣道法 我也希望大家學習這個 神聖情茶經法和廣道法 我再簡單講一講 這個神聖情茶經法 就像媽媽積冷衣 她用了很多心機 但兒女只看到冷衣 甚至說這麼老套,我也不穿了 但是媽媽用了很多心機 這就像神對世人 神做了很多事情,但世人看得很少 看不到他多大 多偉大 如果我們看到,我們就說 神啊,原來你做了這麼多事情 有一天我們去到天堂 原來神你做了這麼多好事情給我們 原來我們這麼珠貴 我們真的浪費了你很多資源 原來你給了這麼多恩典能力 我們愛你,你就為我們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的恩典 這麼多封聖恩典,我們就沒有看到 也沒有愛你,所以就沒有活出神的恩典 所以這個聖情查經法和講道法 是想人們看到神的尾線 看到神做了多少好事 於是我們就回應神 在任何經運都發掘神的尾線 也好像媽媽懷胎十月 她真的很辛苦 她生的寶寶也很辛苦 她要很小心寶寶 一定要很小心 也有很多的照顧 她才能夠養大她的子女 但是子女很多時候是不懂得去感謝 雖然父母也一定有些地方 她是做得不夠完美的 但是有時候子女 就只看到她的不夠完美 就沒有看到她的好處 那麼同樣 神給我們做很多好事 神是沒有不完美的 神是全部都是好的 不過人呢 就把那些不好的事 就全都放在神那裡 我有病 就放在神那裡 我有問題 就放在神那裡 其實就不是跟神有關 而是跟我們有關的 那麼如果我們看到父母的愛有多大 我們看到神的愛有多大 我們就會很感激神 其實聖經 全本聖經 是經常都講神的恩典 父母有很多的照顧 而我們是去跟神的聖情有份 跟神的聖情有份 就是神的慈愛、憐憫、關心、愛心 自然我們就去明白 從經文 有時經文沒有直接說 譬如耶穌和十二元血流苦人 說女兒放心 你的信救了你 那裡顯出什麼聖情呢 就是她那種親情 她那種體重人的心 她那種珍惜人的心 聖經沒有這麼說 耶穌很珍惜她 耶穌很愛她 耶穌憐憐她 耶穌看她像女兒也沒有 只是說一句 女兒放心 但當我們去想的時候 就會想到她那種珍惜人的心 她那種聖情 我們看什麼經文 都會看到神的聖情 我們還作罪形的時候 她已經為我們死了 即是說我們仍然敵黨神的時候 耶穌已經為我們死了 她那種愛是 當我們未懂得愛她的時候 她已經愛我們 以及宣揚她的美德 宣揚那字 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 就是神 宣揚神的美德 祂做了很多好事 聖情 上面的聖情 就是祂本性 或者屬性 是祂的本質 而美德 就是祂的美善 祂做了些什麼好事 我們就算 神是從頭到尾做很多事 祂創造世界 為甚麼? 創造我們的生命 更新救我們的靈魂 改變我們的生命 賜給我們一個新的聖情 激勵我們成長 幫助我們成長 雖然我們犯罪 祂依然吸引我們回到祂那裡 我們一聽話 祂就很歡喜 一親近祂就很歡喜 祂就加力給我們 任何人一親近神 立即有力量 任何人聽神說 神就歡喜 神就加力給祂 譬如我自己 我初信主 我覺得神很好 因為我最初以為這個世界沒有神 我以為只是幾十年 幾十年就死了 所以我說 沒所謂 聰明不聰明也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享受 但後來當我聽到有神 我很驚訝 我很有興趣 我是追問人 我追問那個同學的傳呼聲聞 是否真的有神 有沒有證據 當他告訴我 少許的證據 我是很有興趣 我後來去研究 同學邀請我去報道會 上了那些咸售課程 都是神完全的安排 很奇妙的安排 然後有一個同學 是很奇妙的 我那時候住在泡沫地 平時的人很少進泡沫地 因為縮了就去 他坐巴士進去泡沫地 我說你去哪裏 我說去教會 我想了很久 他沒有叫我去 我想了很久 我就問他 我去得不可以嗎 那時候我已經聽了福音 和上了咸售課程 所以我當時已經對耶穌很有心 我就去教會 發覺那些人很有關心 我在裡面馬上分享 他們有很多回應 我覺得是很特別的 因為平時我的同學 經常都在乎笑 我覺得這些全都是神的美德 安排我的路 然後神給我機會 讀很多書 學很多東西 遇到適合的人 可以教到不同的東西 這些全都是神的美德 我們就數算神的美德 每一樣東西 聖靈感動我們 是一種很奇妙的東西 聖結的神 根本不喜歡我們這麼髒 祂是忍受我們髒 進入我們裡面 感動我們去悔改 感動我們去成長 這些都是神的美德 你越去發掘 就越發現多美德 還有說到 我們的生命 是要讓基督在我們身上 照常顯大 基督徒 很多基督徒以為我們是宣揚 做什麼 你要做什麼 很多人就是宣揚什麼 你要悔改 你要信耶穌 只是你要做什麼 但其實聖經說 不是最重要 是宣揚做什麼 第一 是叫基督在我們身上 照常顯大 是作耶穌 聖靈降臨在身上 你就要為我作見證 見證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說耶穌這麼好 我們告訴別人 多好 所以我們第一 告訴別人 神多好 才去 凡耶穌吩咐 教訓他們遵守 教導人 去跟從耶穌 做耶穌的門徒 讓他們看到耶穌多好 做耶穌的門徒 看到耶穌多好 才教他們遵守 但很多人 宣教全道 就只教人做什麼 其實我們第一 告訴別人 神多好 然後才教人 如何跟從神 所以我們是 讓基督在我們身上 照常顯大 以及基督在我們身上 活著 不再是我了 基督在我們身上活著 是基督激勵我們的 這個 《講道法》 或者《查經法》 不是一定要跟足這個大綱 但可以有這個內容 就是說 正面反面 譬如是喜樂 有很多人沒有什麼喜樂 基督徒也沒有什麼喜樂 《聖經》 從《聖經》解釋 譬如說到 在主裡的喜樂 在耶穌裡的喜樂 神的屬性 和恩典 神是喜樂的 天堂是開心的 神在哪裏 那裏就是開心的 祂本質就是開心的神 然後祂是將喜樂給人 你一得救 一得救 那種生命 就會開心 我記得 當我在報道會的時候 我一舉手信主的時候 我會覺得裡面有一種能力 有一種光明 有一種開心在裡面 是浸一聲進來的 我不知道你們中間有多少人經歷 一信一下 那一下忽然間就會進入 就是這個 祂的本性進來 我們這裏 這就是一個恩典 然後祂就 賜給我們力量 處理生命 清理垃圾 然後活出 喜樂 這就是神的屬性 恩典 又提醒了 警告 如果 在憂傷之中 憂傷的靈屎骨 枯乾 很多基督 其實經常想不好的東西 就會枯乾 其實基督可以想多一些神的恩典 和人的好 就會喜樂 但很多基督 事實上 很多基督 都注目在煩惱 所以 就不開心 所以提醒了 是不是真的活出喜樂呢 那如何 我通常分開三部份 第一,如何清理垃圾 為什麼會不開心 原因 第二,如何親近神可以有喜樂 第三,實際做什麼 如何處理一些問題 如何在困難中有喜樂 然後挑戰人 我們查經也可以這樣 看看裡面有什麼神的屬性 然後看看我不遵從有什麼後果 然後我們怎樣走出來 一個普通的比喻 比如這個神屬性 查經法和港道法 就好像一個人 在戀愛的時候 追求異性的時候 他會很喜歡做任何事情 令對方開心 他很樂意做很多事情 這個就好像被恩典推動 但右邊這個就是 已經結婚了 但沒有愛 或者是 嘔嘔嘔嘔嘔都沒有興趣 或者一個不負責任 看到沒有興趣 這樣的時候 他維持的婚姻 都是辛苦的 又要做工 又要賺錢 又要煮飯 又要洗衣 很多事情 而做得不好 對方又會批評 有時做得好 對方又不會欣賞 很多基督徒就是這樣 經常都是要做要做 就在壓力之下 但其實我們可以在恩典之下 我一做什麼 神就歡喜了 第一就是神改變我 所以我會做 我一做神就歡喜 神就給我恩賜 給我力量 神又為我開路 所以我們想到神的美善 我們就很樂意去侍奉神 這就是 其實聖經裡 是時時用恩典來鼓勵我們 我們上次看過這個懷抱 原來我們 以賽亞先知 幾次說到懷抱 我就叫他做懷抱先知 他講到神跟我們的關係 他說你自從出生 神就懷抱你 一直到你發白的時候 神都懷抱我們 帶著我們 照顧我們 幫助我們 以賽亞書4月10章11節 就講到 他是牧養我們 聚集我們 在他懷中照顧我們 又慢慢引導那些羽養小羊的 那些牧者 他就慢慢帶領 以賽亞書6章12節 就講到 這裡更有趣 他懷抱 夢抱在勒旁 搖弄在膝上 好像耶穌在抱著你 搖著搖著 你不開心 不用哭了 不要哭了 沒事的了 我會幫你的了 在膝蓋搖著搖著 好像搖著寶寶那樣 神是會這樣愛我們的 我們就說 原來神是多次安慰我們 神的聖靈多次安慰我們 聖經裡面 這幾處經文都講到神的懷抱 這裡的恩典就很多了 本性是什麼呢 他本性就是一個親情的神 是一個關懷的神 這個大家都可以思想 是一個關懷的神 是一個接立人的神 以及好像媽媽 為什麼媽媽有這個聖 是因為神把這個聖 放在媽媽裡面 所以媽媽會照顧寶寶寶 是很緊張的 寶寶有什麼事 一定會記得 不會忘記了他 就算上班 有時候我也試過 有些同事 他有寶寶在家裡 他這麼想打回家裡 他現在怎麼辦 他現在 有事沒事都會打回家裡 問問家裡 他現在怎麼樣 這個就是媽媽那種聖 其實就是神放在裡面 神真的有媽媽那種聖 也有父親那種聖 神就有一種憐憫 這個是本性 為什麼要說本性呢 就是知道原來神那種本質 是這麼好的 然後祂的恩典 就是祂真的照顧我們 拯救我們 然後帶著我們 拯救我們 陪著我們 加力給我們 我們羽養小羊 他會帶領你 如何照顧其他人 他如何給你智慧 他會陪伴你 我們也有困難 他多次 其實一個基督徒 一生有多少次給神安慰 我問問大家 你一生給神安慰多少次 好像我其實屬於一個 堅強的人 但我也告訴大家 我給耶穌安慰過很多很多次 很多次的傷心 憂傷 真的無數次 神都是安慰 甚至有時候我們軟弱 甚至我們犯罪的時候 神都依然安慰我們 這個就是神的恩典 我們去宣講神的恩典和屬性 我們不是說一些事實 不像客觀事實 好像電腦程式 12345 而是說到人有感受 我們也有感受 正如我們感激父母 感激我們對我們好的人 我們感激他們 是有感受的 同樣我們就想想神 如何曾經多次感動我們 帶領我們 我們不聽話 神也帶領我們 變成神為我們 開闊這條路 當我們一聽話 祂帶著我們 祂前面說到聚集 一直引導我們 走一條路 去到那裡 是越來越好的 祂是一生一世 祂必有恩惠慈愛 祂帶領我們 祂帶領我們走一條 這麼美好的路 這就是神的恩典 而當我們走這條路的時候 祂就紀念我們所有一切 我們就今生得百倍 來世得永生 任何你做的事 都有起碼百倍的賞賜 即是你付出 一杯水 不是給你一百杯水 祂給你百倍的恩典 所以當我們數一下 神的恩典的時候 亦都告訴別人 怎樣的方法說 就像我先說的 你有試過幾次憂傷 你發覺祈禱的時候 神會安慰你 你發覺這麼多次憂傷 神真的很有耐性 我問問他 你懂得憂傷的人 當他每次來到你那裡 哭苦哭忽 那你有什麼感覺呢 他每次來到你那裡哭 可能你慢慢都沒有耐性 但是神呢 祂不會說 你經常都是哭的 你經常都這麼憂傷的 祂是不會計較 祂依然永遠都在這裡安慰的 我們這樣跟別人說的時候 人們就會感受到這種憐憫 所以你有空就去想想神的恩典 我有空想想 所以我想了很多神的恩典 我隨時一開口就說到 我又感謝神 神就是聖靈湧流的 湧流出來的 是一直說 和我初初做牧師的時候很不同 我初初做牧師的時候 有些人說 阿爾牧師 你講到之前很穩定的 你一直在想 我真的想 我第一點 怎樣連續到第二點 我一直在想 反反覆覆覆的想 第二點怎樣連續到第三點 怎樣結論 整天都這樣想 所以那些人看到我 他們還沒說到 很穩定的 很穩定的 在沉思 但我現在是很自由的 因為 他在裡面湧流 不代表我不預備 我真的想 神的屬性 神的美善 怎樣帶領我們 擁抱我們 而當我裝滿這些意念 我隨時一開口就是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 將這個茶經法 宣揚出來 因為這個是 宣揚那趙 我們出黑暗入奇妙 光明者的美德 是神叫我們做的 是叫我們 叫基督在我們身上 照常顯大 也就是神怎樣 在那裡搖搖搖搖 就是去安慰我們 另外浪子回來 臭泵泵的時候 但是他的爸爸 就抱著他 又疼他 又沒有計較那些錢 神就是這樣 我們多次犯罪 神是沒有計較 如果神 按我們的罪而報應 我們是很慘的 如果神 在詩篇裡面說 你沒有按我們的罪而報應我們 如果全部照足 報應的時候 是很慘很慘 但是神是沒有這樣做 神是擁抱我們 你每次親近神 你都會有平安有喜樂 這就是神的擁抱 神的力量在我們身上 神的安慰在我們身上 那兒子還是覺得自己不配 他還是覺得 爸爸抱著他 抱著他 他還在說 父親 我得罪了天日 我得罪了你 但是從今以後 不配做你的兒子 但是 爸爸的回應就是 就拿了個帽子 孩子和戒指給他 就接納他 這就是神的接納 並且帶著禮物 我們每個都有領受神的禮物 你信主之後 你會有各樣的恩賜 有各樣的喜樂平安 有基督徒的朋友 有教會的支持 有網上那麼多的廣道 都是給我們的支持 有聖經的話語 那麼多的鼓勵 所以我們就看到 原來爸爸就是永遠都抱著我們 我們就隨時去到他那裡 他都抱著我們 好了 我們又警告了 不信神的恩典是怎樣的呢 這個 我們剛才說的 就繼續上一次那些 就是浪子那裡開始 這裡繼續 我們每個都是王子公主 因為我們是神的兒女 因為神是萬王之王 萬王之王的子女 你說多重要呢 這個世界上那些王的子女的人都很緊張 何況是萬王之王 但是很多基督徒活得好像孤兒那麼淒涼 因為我們不知道神的美善 越不懂得經歷神 就越沒有神的美善 我們越祈禱經歷神 我們就越有美善 我們就傳開了 去幫助人經歷聖靈 所以我希望大家 多些親近神 有神的同在 然後你帶著神的能力去祝福人 為人討告 你看到人的改變 當我經歷聖靈充滿之後 我為人祈禱 我真的很驚訝 神的改變 譬如我為Phoebe祈禱 他每次都見到耶穌 我真是多謝顛覆 很多人在網上祈禱的時候 他們都經歷到平安、興省、輕鬆 昨天有一個人我和他祈禱 他又立刻覺得有些東西 立刻走出來 在那裡打喊路 那裡的情緒、邪靈走出來 這也是神在我生命中的工作 但很多人因為他不懂得親近神 所以他很淒涼 他只是看不好的東西 其實神給好東西 他不看 他覺得這些東西很秋長、很遠 他要看錢 他要看現在有的東西 他得不到的時候 他就覺得神沒有虧待 其實我們聽神說 都一樣神會幫助我們 能夠做到 做到工作 有好的工作、有好的入息 有好的家庭 是可以重建的 但是很多 基督徒信耶穌之後 都不懂得保護自己的家庭 和自己的婚姻 自己的工作 自己的生命 自己的情緒 所以呢 他就活得很容易孤兒了 這樣的時候 明明神就擁抱 整天安慰 但他仍是一個大喊包 每次都是淒涼 每次都是淒涼 那他是拿不到的 那你是不是想做大喊包呢 每天都是喊包呢 那還是做一個 真是王子、公主的身份呢 我就是整天深信 我捉實這個英俠 就是說 我一親人神神又喜歡 我一讚美神神又喜歡 我一讚美神神又喜歡 我遵從神神又喜歡 我傳福音又喜歡 把一杯糧水給人 神又喜歡 神又喜歡 我就可以開心了 這個教導很簡單 也有不同的人跟我說 我都沒有聽過 但聖經很簡單地說 一杯糧水不能不得上次 聖經已經說了 但很多人就是 沒有領受到 我感謝神讓我領受到 當我們領受到 我們就送出給人 我們送他給人 去分享給人 我希望大家都把這個訊息 分享給人聽 還有很多人覺得 被離棄了 父母離棄我 但其實神就收留我 所以有很多人覺得 哎呀 朋友都不要我 朋友不要他 也有原因 他不懂得跟人相處 我們就學習 如何跟人相處 如何愛人 關心人 我們就更多的朋友了 還有最慘的是 生命破碎 我認識一些不同的基督徒 人際關係又不好 內心世界又煩惱 又苦悶 工作又不好 家庭又不好 婚姻又不好 健康又不好 沒有事情好 真的很淒涼 你的生命如果 在一種破壞的情況 我是很樂意幫你的 其實你不要說 袁牧斯這麼多東西寫 這麼多宣教 不用怕 你告訴我 你告訴我 我一定會幫你 也可以分派人去幫你 我們就一起合作 你願意侍奉 你告訴我 我便會訓練你 進入更多侍奉 去幫助人 其實我們時常有些人 需要幫助 你願意的時候 有機會幫助 你就會成長 我初信的時候 我傳了很多福音 有時有人問我問題 我不會回答 我回去又想 又看聖經 又看書 接著我就回答他 這個經驗積聚 令我各方面 我都懂得回答人 我初信的時候 我就已經能夠 各方面的教導 其實我們教會 不是教很多 我在教會 不是學很多東西 我是看書學回來 和我實際傳呼音的時候 學回來 我是自學的 其實牧師也不知道 我一直成長 因為他沒有什麼 問我 他問我 你現在怎樣 你現在怎樣 他沒有問過 他是除了教 那個洗禮班 和我有個別接觸 但是他 他就問我 上完洗禮班 你相信什麼 我說我相信 神就在旁邊 他說 你等下再洗禮 我說很奇怪 我相信耶穌在旁邊 即是很信 他沒有問我 你相信耶穌射臉 我當然相信 你相信耶穌教你 相信 因為我最重要 就是耶穌在旁邊 即是他救我 他不僅是很遠 他很接近 他就覺得 你相信得這麼怪異 但應該是信耶穌在旁邊 應該是這樣 他又沒有了解 他就說 你下次再洗禮 不要緊 遲一季去洗禮 我想說 當我們信主 立即建立生命 不要讓魔鬼留地 不要犯罪 不要讓罪破壞 不要讓情慾破壞 情慾破壞 情慾破壞 你生命就一直建立 好了 如何回應神的擁抱 和享受神的擁抱 得力 如何 這是最後的如何 每一篇道 都一定有如何 幫人實行出來 第一 數一下神的無限恩典 你眼見所有東西都是恩典 有些是人造的 質地都是神造的 還有 神被人有智慧 所以人造了這麼多事情 我可以想 神又被人有手指 不過猴子也有手指 不過他又不懂得說話 我們人是懂得說話 所以我們的語言 是很複雜的 因為神本身有 神創造的靈魂 和動物是不同的 所以人 猴子又不見他 弄個電腦出來 或者寫字 寫字 或者說話 他聽到字 有些人跟他練習 香蕉 他懂得什麼叫香蕉 那些狗也懂得 他那個智慧是可以很多的 不懂得幾百樣的東西 即可以說 狗仔 他馬上拿狗仔來 他懂得這些 但他不懂得說 他不懂得說狗仔 那麼 我們數算 嘩 我們眼見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我們的生命是神的恩典 我們有的聖靈是神的恩典 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這就是我們感激神 神如何愛我們 為我們預備一切 我有空就去想 我看經文 我又去想 所以我想到 我真的覺得神是好得不得了 我覺得很可惜 是很多人看不到神的好 他只看到基督徒要做什麼 但他又做得不好 所以他覺得內疚 有些基督徒就是這樣 他經常看到要做什麼 又做不到 所以他就活在內疚之中 而討厭神的喜悦是不難的 所以我們聽神說 進步是不難的 一杯涼水 神就歡喜了 灰改神就歡喜了 真心討告神又會跟我們一起 愛神又為我們預備 眼睛未曾體見的恩典 一杯涼水就不能不得上次 所以聖經是強調 人呢 是經常看人的不好 但是神呢 是看任何進步 所以我們可以開心了 神這樣欣賞我們 他就擁抱我們 我們討厭喜悦是不難的 現在實際上 我們不討厭喜悦 他都在幫助我們 他都在扶持我們 一直提升我們 所以我們可以開心快活 因為我們做任何事是正確的 神都歡喜 我們就做人做得開心了 神擁抱任何的兒女 任何問題可以帶到神那裡 這裏上面一起讀一讀 拜託是甚麼問題 背著重擔 憂傷 被人傷害 孤單 自卑 內疚 懼怕神 沒有盼望 失落 無論你的問題是甚麼都好 你覺得自己很蠢也好 覺得自己很失敗也好 很內疚也好 甚麼都好 被人傷害也好 做錯事也好 總之你來到神面前 神都一樣照樣擁抱 任何一個人 神一定會擁抱提升 所以放心 第一件事來到神面前 放心 不是要夠完美 有些人說 讓我做好一點才相信耶穌 不是做好一點才相信耶穌 是信耶穌之後 神幫我們做好 有些基督徒說 神我真的犯了很多罪 讓我改好一點才找你 最近我休息 真的有人說 向神告假 暫時我不先回教會了 我告假 我要安靜一下時間 其實他以為我安靜可以完成 其實是不會的 我們一定要找神 神是歡喜的 神是幫助 所以我希望大家 永遠都不要 英文說 Take vacation from God 就是拿假 離開神一段時間 讓我先安靜一下 想清楚一下 好像是冷靜期 那些人結婚也不行 先冷靜一下 先分開一下 在神來說是不需要的 我們放心 我每天都放心 還有一點很重要 很多人以為我靈命很弱 我告訴你 其實靈命可以立刻提升 跟神關係需要時間建立 譬如那個人說 你一期都立刻有喜樂平安 這是需要建立的 不是立刻可以去到這個程度 但是 跟神關係可以立刻重建 你聽清楚 跟神關係好 是立刻可以重建 為甚麼? 你一悔改 他便立刻接立你 你一親近他便接立你 你遵從他的歡喜 立刻重建 但是那個關係的深度 是需要時間建立的 那種跟他的連結 是需要建立的 但是你不用連結到這麼強 你才能得到神的喜悅 你一開始悔改 就立刻可以了 所以今天大家立刻可以靈命復興 雖然你未是聖靈很大的充滿 但是你今天立刻說 神我依靠你 我悔改 神即時接立 那這件事是很輕鬆的 所以我告訴任何人 你相信神的尾線 你立刻可以跟神建立關係 你不用等十年 你不用等到你認識聖經 有些人說 我還未認識聖經 你不用等到你認識聖經 有些人說 要認識聖經才可以侍奉 其實不需要 當然你認識聖經 當然很好 你一認識耶穌 已經開始可以傳呼聲 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 原來 其實這句說話 和神建立的關係 是即時的 大家一起跟我說 和神建立的關係 是即時的 即時可以和神有好的關係 大家說 即時可以和神有好的關係 建立深厚的關係需要時間 建立深厚的關係需要時間 但是討神喜悅是可以馬上的 討神喜悅是可以馬上 即時討神喜悅的 所以當我們一親近神 神立即喜悅 立即做事 立即提升 但是你說 不是的 我的問題都未解決 那些問題都需要時間 因為情緒這麼多年的積聚 是需要時間 但是你今天開始有一個正面的心態 你今天立即可以開始改變 還有 回轉像小孩只是很有幫助 以神為樂 因為太多人 成長的過程被人罵得多了 已經失去那種童真 不懂得笑 不懂得哭 不懂得哭 真的憂傷的時候不懂得哭 感情壓抑 這樣的時候 他很難以神為樂 有些人說 我知道神好 不過我不會因為神而開心 那能夠做什麼呢 那你吃一些好吃的東西的時候 你聞一下 嘩,真的很美 可不可以開心一下呢 我用我同一個人做一個比喻 如果神做我們是幽隱 現在你前面有一堆泥 你吃泥 吃泥 你會很開心 你會很開心 那些小鳥也是一樣 整地有沙有泥 那些狗也是一樣 那些狗也是一樣 其實什麼動物都是一樣 地上有什麼食物 一會就吃 就不會說有沙 我們人就說 有沙的就不吃 但他什麼東西都 掉到水裡都吃 其實我們很多東西 都很值得欣賞 開心一下 食物這麼好 開心一下 以耶華為樂 神就將你心裡所求的給你 以耶華為樂 祂就叫你成家地的高處 回復這個童真 有些人說童真是被人笑的 我想告訴你 童真不同天真 童真就是像小孩子的簡單 天真呢 有些人是天真 以為任何人都可以信任 這是錯誤的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信任 有些人以為我 你這麼單純 經常幫人 那你一定會被人欺負 我會說 我知道人是會有罪的 我知道人有問題 我對他好 不是因為我 不是因為我不知道他的問題 是我接立他的問題 我知道他有問題 我知道人人都有問題 我也有問題 所以我不是說人是完美 我不會說 別人說什麼 我馬上相信 不是這樣的 我是知道的 但我依然保持 感謝神 這個人聽我說話 感謝神 他願意改變 感謝神 即是有一個喜樂的心 我希望大家由食物開心 感謝神 有平安喜樂 開心 看到宇宙賣物 花草樹木 感謝神開心 聖靈接立我 感謝神開心 你開心 你重建你的生命 你享受神多很多 你享受生命多很多 你的生命 有些活力 你想有些活力嗎 因為你喜歡 經常都是老人家 有些人未到老人年齡 已經是老人家 但是我們到老人年齡 都可以做年輕人 開心笑 其實我們不是要做老成 我們是做成熟 不是老成 有些人很老成持重 即是說什麼都一定要很保守 不會把開心 不會笑出來 我們做一個開心的人 讓我們享受神的開心 已經是千百次感謝神 我盡量整天感謝神 多謝天父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神你真是好 第一 第一 用心靈 思想意志感情和靈 去敬拜神 思想認同神是最好的 跟從神是最好的 以至我決意跟隨神 我自己決意侍奉神 直到我不能夠侍奉的時候 可能最後一分鐘 我臨死之前 我看到有人都是去 臨死一分鐘行 我不知道能不能夠說話 但依然我如果能夠說話 我都說 祝福你 最後一分鐘 我決意是這樣 感情 我真是很喜歡神 我亦都很欣賞人 你們跟從神 我是很開心的 你別以為我見到你 沒有反應 我是開心見到你們 尤其是那些 投入侍奉的 我是很開心的 譬如我有什麼人 需要幫助 立即提供給你們 我是很開心 能夠有人幫助 我希望多些人懂得幫助 這個就是 和神有感情 和人都有感情 和有整個心靈來敬拜 和個人性敬拜 個人性就是 神就站在那裡 你可以用這樣的圖 你前面有個寶座 耶穌坐在那裡 耶穌站起來走到你 你可以這樣祈禱 你不用想個樣子 耶穌在這個寶座上起來 走過來 抱著我 你可以這樣想 用任何方式都可以 天地萬物的主宰 居然來到親近我們 我們就要一個個人性 就不只是說 神啊 你真美善 好像向空氣祈禱 是真是個人性的 也都 真心悔改離罪 知道犯罪得罪神 不敢犯罪了 也都將生命獻上 整個生命給神 神一定是歡喜的 我們侍奉神 以神為樂 神就將我們的 所有恩典都是來自神 所以我們以神為樂 神一定歡喜 我就日日開心 這就是一個鑰匙 活在神的愛中 日日享受神 日日都是被懷抱的 那你就是一個被懷抱的子女 有些人是一個被懷抱 但不知道的孤兒 你是做被懷抱的孤兒 還是做被懷抱的 被懷抱的子女 那些被懷抱的子女 很開心的 有時候喝茶 看到有些子女 真的很開心 你做那種子女 不要做那種 整天都很害怕那種 這樣的時候 你的生命就提升了 就是日日都是活在 神的愛中 被神的愛提升 以此 除掉所有的孤兒心態 日日都是說 我是寶貴 我是重要 經歷到任何人都說 我重要 我感謝神 我們看到的人 我真的很感謝神 經歷一些事情 都是非常美好的 譬如去到韋律師那裡 你聽到韋律師 他怎樣去幫人 他又看到 怎樣欣賞我們的教導 你就覺得 真的感謝神 我們的教導 是影響人的 我們一起起來 祷告 我們來到神面前 你看神 如果我有孤兒的靈 好像孤兒那樣 如果我好像 一個很淒涼的人 我們來到神面前 神啊 我做一個被你擁抱的子女 被神擁抱 又是被神擁抱 你自然的心被醫治 親愛天父 多謝你 多謝你 讚美你 因為神你是充滿慈愛恩典 你是擁抱我們 你懷抱我們 從我們出生 到我們發白 到我們離世 你都擁抱我們 再永恆在天堂 依然是擁抱我們 依然是神的愛 圍繞著我們 多謝天父 求主幫助我們 如果我們有任何問題 我們有任何煩惱 不開心 重淡 激氣 勞嘈 傷害 我們都帶到神面前 將這些所有重淡 交給耶穌 我們不背著這些重淡 做人 我們做一個喜樂的人 哈 利路亞 我們將這些重淡 吹出來 哈 利路亞 神啊 我要開心快活 哈 利路亞 多謝天父 我要把重淡都放出來 主耶穌幫助我們享受神 我們是神所愛的兒女 我們是神所體重的兒女 我們是寶貴 我們是重要的 哈 利路亞 我們可以開心 不需要皺眉頭的 哈 利路亞 我看到因為有人 有皺眉頭的聲 不用皺眉頭的 可以開心的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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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蟹障碍我,我,我 耶稣喜爱小蟹障碍我,我,我 爱小蟹障碍我,在胎膝上坐 耶稣喜爱小蟹障碍我,我,我 多谢天父,神祢天天拥抱我们 我们都天天拥抱祢 我们天天享受祢,从祢得力 我们放下所有的忧伤、烦恼、不开心 重担全都放下了 我们知道神祢充满恩典 我们看圣经的时候 试试去发掘神的本性和恩典 试试发掘神的美好 我们活在神的爱中 活在神的美善之中 多谢天父,赞美天父,感谢天父 神祢的恩典救我们 神祢的恩典救我们 祢加力给我们,叫我们享受神 活出神的恩典 也帮助更多人被耶稣所怀抱 因为有很多人 他们在基督徒活在一个孤儿 我们周围都可能有些基督徒 是很忧伤重担的 求主私恩祝福,多谢天父 神赐给我们喜乐的心 多谢天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